大家好,下面我们来讲解多层住宅一层平面图的废置 目前屏幕上所已经看到的就是已经废置好的一层平面图效果 在废置一层平面图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个征选的原则就是首先废置轴 然后废置墙体,再废置门窗对象以及楼梯 最后对其进行坡道、闪水、台阶、阳台等等这些废置 最后就是进行一些文字、磁秤和符号的标注等等 首先我们新来废置一层建筑的轴子 为了不破坏原有的图形 我们这里新建一个图形文件 在CD天正环境中单击新建按钮 选择ACD.DWD这个样板文件 然后单击打开 好,新建文件之后 我们这里把这个文件进行保存 单击这个另层为按钮 将其保存为比如说多层住宅一层平面图 当然原有的我们把它贴翻 好,我们左侧这一个文件选显卡 这是一个之前已经废置好了 右侧这一个是目前将要废置的图形文件 首先就是来废置轴网 我们在左侧屏幕拆设中选择这里一个废置轴网 将弹出废置轴网的图框 这里选择上开或者是下开 因为它是一样的 我们输入4乘以3700 好,空格 看,这个上下轴网已经创建好了 再选择左进 这时候根据要求输入16201500480043600 OK,然后单击确定 好,这时候我们鼠标 跟随鼠标上就有一个走网对象 在试图中单击从而确定这么一个走网对象 在这里我们选择走改线形 将把这个走网修改为指定的一个线形 好,这时候我们根据要求选择这个走网标注 将弹出一个走网标注对方框 我们这里选择双侧 然后从左向右进行选择确定 好,进行这个纵向的一个轴标 然后再从下向上这里选择的时候不是最下面一根 而是从下向上属的第二根这根线选择 到最上面的这根线 OK,你看这一根没有选择 确定 好,然后按肥抽 好,这时候由于EF这两个轴圈给盖住了 我们这里选择对它进行调整 一样的 OK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根据要求对指定的走网进行偏移 选择一号走线将其向右偏移 执行偏移名领偶 偏移1900 OK,然后再来将三号走线选择这根走线 向左偏移1300 向左偏移1300 然后选择四号走线向左偏移2400 向左偏移2400 向左偏移2400 OK,然后再来将第一号走线选择 然后将其向下偏移2000 OK,这样子已经做好了 然后根据图形的要求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修剪操作 我们这里绘制一个辅助走线 一个举行命令 OK,然后对它进行修剪 这多余的我们把它给修剪掉 OK,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个轴网的创建操作 再过一个局面 imein 我们就选择 向我们赖了 拆目 有介绍 在聊天 我是 º